头痛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头痛这种疾病也是非常的常见 大多数人都出现过头痛 但是你们知道头痛有很多种吗?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其中的一种它叫神经性头痛 它的出现主要是指紧张性头痛 功能性头痛及血管神经性头痛 多有精神紧张,生气引起 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种疾病 同时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神经性头痛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 一、患者会出现持续性的头部门疼 爱破感、沉重 大多数的患者为两侧头痛 二、患者头痛的强度分为轻度至中度 很少有人因为头痛而出现 卧场不起或者影响日常的生活 三、患者常常伴有会出现头晕 烦躁易怒、心慌气短、焦虑不安、腰酸背痛、恐惧 二、明、失眠多梦、腰酸背痛、颈部僵硬等症状 四、有些患者会出现常年积累的持续性头痛 有些患者的症状甚至可回溯10到20年 患者可以整天头痛 头痛的时间要多于不痛的时间 什么原因会导致神经性头痛呢? 一、疾病因素是导致神经性头痛的原因之一 例如,对于患有高血压性质头痛的人群 若是长时间处于紧张不安或者焦躁的状态里 会导致头痛感觉加重 二、生活原因也占有部分原因导致神经性头痛 例如,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长时间生活 不规律伴有烟酒屎的人群 是最容易导致神经性疼痛的 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 可能由于环境因素致使头内部 组织导致受到刺激或者压迫导致的 因此在治疗方面 需要尽快查处环境的哪些原因导致 才能采取治疗手段 四、神经性头痛主要是由于头部 在肌肉紧张收缩或者受到压迫等 这与个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有关系 因此职业因素也作为神经性头痛的病因之一 随着高压力的工作下 人们经常夜以继日工作 饮食无规律、压力过大 往往这些人群都是会伴有头胀痛的现象 患上神经性头痛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神经性头痛综合物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物理治疗、仪器治疗等治疗 是按疗程的一般病例一个月一个疗程 住院综合治疗一个月后回家继续服药治疗 许多慢性病例病程10到20余年 住院治疗时间需要适当延长 可以连续治疗2到3个月 多数病人可以康复 住院治疗除了上述综合治疗措施外 最主要的是心理调整 因为这种疾病属于神经心理疾病 配合心理治疗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神经性头痛预防要点有哪些呢? 一、合理安排好病人的工作与休息 进行适当心理护理 关心体贴病人 帮助病人消除发作因素 如精神方面要消除紧张、焦虑的情绪 饮食方面避免可以食物等 二、头痛发作者 应观察头痛的性质 时间、程度 是否伴有其他症状或体征 如出现呕吐、视力降低、肢体抽搐等 多气质性头痛 应立即送医院或与医生联系 针对病因进行处理 三、轻微头痛 可对症治疗并清除过敏因素 如可以食物是偏头痛发病的因素之一 如蛋类、奶类、肉类 头痛剧烈、频繁捂吐和入睡困难者 可灼情给予阵痛、安眠剂等对症处理 并需卧床休息 四、平时注意劳逸结合 避免过度劳累和不稳定情绪 饮食要节制 不要饮酒和吸烟 五、注意个人卫生 防止感染 如有牙科疾病 应首先治疗牙病 女性若服用避孕剂时 头痛发作频繁 病逐渐加重 可改用其他避孕方式 当年人口推隈 提搭 未经许玩 未经许 所以 ��